大家都知道說這個ChatGPT很夯 ChatGPT很夯之後 各家其實都蠻想要從人工智慧來下手的 包括像是Google 但是Google的AI教復 他居然離職了 他說因為離職以後才可以暢所欲言 對他離職之後 他是怎麼說的 他其實本身在他的人生進程當中 花了很多時間都在研究AI 不過他現在離職孤魯的原因 為什麼有人說 他其實是因為這個研發的狀況 其實並沒有太好 他也不想要批評自己的公司 所以他乾脆離職 可是他是怎麼說 他說第一個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後悔 他認為說AI不久之後 可能會比人類更加聰明 也引發一些假資訊的泛賴 因為AI可以變成很多有信任者的工具 讓真假難辨 像是假文章或是假影片 就開始陸續出來 當然就會來擾亂大家的視聽 會對於一些假訊息 沒有辦法這麼好辨認 不過我們說AI的問題 我們就用AI來解決 所以我問了ChatGVT 他到底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問的問題是 你覺得AI有可能被有心人士利用 造成假資訊泛濫嗎 他說Yes 就是他說是的 AI是有機會被有心人士利用 這是AI給我們的答案 他說他自己也承認了 然後會造成一些假資訊的問題 有哪些問題 他說在文本啊 還有圖像跟視頻方面 已經取得了驚人的進展 但有一些潛在性的風險 甚至他也提到說 他整理出三個有可能被爛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假新聞 現在大家其實都蠻擔心的 他說這些文章看起來非常真實 但是有可能會造成假新聞的傳播 而且是用AI來聲稱的 再來他有可能去影響到你的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他有可能生成大量的假帳號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一些假消息 虛假的評論或是政治宣傳 當然很有可能會影響到大家的公投 或是選舉等等 其實這是大家也比較擔心的部分 影響你的意願跟民意 對再來就是衛造視頻跟圖像 衛造大家影像的部分 也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尤其之前我們看到 其實在台灣也發生一些 就是深度衛造 他用這個深度衛造的技術 去開發出一些可能是色情影片 把你換頭啊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台灣之前有這樣子的案例發生 去製作一些高度逼真的衛造視頻 跟圖像 這有可能被濫用 來製造一些虛假的證據 還有誹謗進行詐欺活動 如果你沒有這些辨識的 這個know how 或是辨識的一些概念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就被AI給騙過去了 所以他認為說 AI認為說他必要發展 還有應用AI監測 還有檢測工具 才有辦法對抗這些假資訊的傳播 這當然是ChatGBT幫我們整理 給我們的內容 但聽起來是很難啦 就是我們發展了新的科技啊 我們希望他能夠對我們的生活更方便 但我們還要再開發一個技術 來偵測說這個科技 到底有沒有製造出一些假的東西 聽起來是疊床架屋啦 而且很困難的事情 那像是這個路透社就調查 他認為說假訊息流竄 包括在政治啊利益啊 認知作戰啊 其實都會影響 甚至也會影響我們對於新聞的信任度 另外呢 像是這個世界經濟論壇啊 他們也認為說經濟疲軟加上AI的發展 其實可能會造成很多人的工作被取代 5年內是1400萬個職位 也算是蠻多的 但與其其實我個人對這個工作職位的部分 我反而沒有這麼悲觀啦 因為的確 我們知道其實AI的發展 會取代很多一些基礎的一些文書的工作 但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 當然在AI的發展之下 這一些可能有5年內1400萬個職位會消失 但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其實在AI的發展之後 還有可能有其他的工作會隨即增加 所以加加減減之下 的確可能我們必須要度過這個 從這個AI化的震動期 因為如果你看到 如果是工業革命當時發展 其實也取代了很多的勞力跟人力 但也有新的工作 對也造成一些新的工作出現 而且呢 其實也促進了整個經濟還有產業的轉型 所以我個人反而是 的確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職位會流失 但是我們必須要承認是還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也有可能因此誕生 所以如何反映到我們的教育 還有一些相關政策的配套 讓大家可以度過這個震動期 還有順利的轉型 我覺得才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AI到底有多厲害呢 今天就要給你一個例子 AI居然可以模擬 這個哈利跟梅根 他們成為電影的經典主角 有哪些劇呢 包括這個很知名的 Not in Hell 新娘百分百 男主角是書店老闆 現在變成英國王子 然後電影明星 其實梅根也算是電影明星 沒有錯 另外是哈利碰上沙利 他們是模擬在餐廳約會的場景 還有就是Love Actually 就愛是你愛是我 我覺得愛是你愛是我裡面 本來其實就是完全非常英國的 包括是英國首相的愛情故事 然後這一段英國首相的part 就變成英國王子 王室成員在戀愛當中這樣子 對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的AI技術 都可以把它做得非常擬真化擬人化 但是其實我自己看起來啦 因為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非常經典的電影片段 看起來換了人眼 還是有那麼一點違和 畢竟大家對於這個原本角色的長相 還有樣貌比較熟悉啦 所以像這樣子的片 如果真的換了臉的話 你可能很容易察覺 就怕是有一些你沒看過的 然後居然可以換臉的時候 那就比較糟糕了 那再來呢同樣是AI的話題 這個人又跑出來的是馬斯克 馬斯克一直給人家一個印象 就是他是一個科技大老闆 他一直走在這個尖端 包括說像是電動車啊 但是這一回他落後了 AI的這個腳步呢 其實他稍微有一點點輸啦 那現在有人就有個陰謀論啦 就認為說他是不是因為沒有跟上第一班車 所以他現在開始說AI的不好 對他其實就說是不是這個OpenAI在訓練AI說謊呢 因為他第一個是說 OpenAI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封閉資源了 他的目標是盈利 而其實現在去的GPT 你必須有時候當然免費版你可以問問題 但是其實你要更深入 而且更精確的答案 你就要用付費版了 還有Google的創辦人佩奇呢 也說其實沒有認真的看待AI的安全問題 所以說其實現在這個他就說了 其實AI比一般來說 你比這個沒有去維護這個飛機 還有劣質的汽車生產是更加危險 不過呢其實我看到一些消息說 OpenAI的這個公司啊 他就說他認為美國的相關單位 應該要進來監管 就是他們也這樣認為 對因為他說其實現在的發展非常快速 會有非常多的應用 他們也很擔心會有假消息啦 還有訊息的部分 會有一些混淆跟誤解 所以說他覺得美國高層 他們的高層希望是 美國有個新的監管單位 類似比如說控制盒子武器這樣的單位 這個層級看起來蠻可怕的 對所以他就希望說有一些管制 不過到底要怎麼管 因為畢竟OpenAI也是一個商用公司啊 你到底要管管到什麼程度 可以被管到什麼程度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還是需要討論 因為畢竟很怕就是說 如果管太多的話又會影響發展 那管的不夠呢就怕說 萬一他真的像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變成一些這個騙人的工具 就不好了 所以馬斯克現在出來的 他就是個踩煞車的角度 但雖然他踩煞車 他自己也有新的平台 他叫做TruthGBT 所以呢就是不知道說 會不會真的是陰謀論啦 就他沒跟上這班車 他就先出來喊話 啊等等我啊 等我發展起來以後呢 他再出來說AI好棒棒 就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那他自己也說 他早就跟美國政府說過 希望有一個監管AI的單位了 對那再來呢就要進入這個消費的議題了 我們通常來看英國 剛剛有沒有講到說 英國首相他現在因為家裡太有錢了 大家有種不平等的想法嗎 那英國人現在他們遇到的狀況 到底是怎樣呢 原來像在倫敦啊 這個月租金喔 是水漲船高 至於在英國的時候有租房子嗎 我是住學校宿舍啦 不過當時其實宿舍的這個月 就是他的費用其實就已經滿貴的了 如果你現在要租房子啊 倫敦有多高 他說是一個all time high 然後啊平均的月租已經漲破 95000多台幣 直逼10萬塊台幣了 一個月要賺多少錢才可以租 10萬塊台幣的房子 很多台灣人是比較難以想像的 那他有說美季的升幅是0.9% 其實這個升幅呢 已經是兩年來最小漲幅的 意思就是說這個租金水漲船高 我現在已經漲幅有趨緩了 但還是不斷的創新高的概念 對而且我記得這個數字 好像是10年來的新高點 所以當然這麼貴很多人都租不起啊 所以很多人開始搬離了倫敦 我查到一個數字是在2022年 就是去年的時候他們統計出來 光是去年一整年就有9萬多名的租客 是離開倫敦 這個數字如果你跟10年前相比的話 其實是已經兩輩子多了 所以說你真的可以發現到 倫敦居大補易啊 因為房租真的是太貴了 那單純是英國跟英國比呢 倫敦以外這邊的告訴你是說 其實從2019年以來啊 已經連升13季了 但近三季也是放緩 所以跟這個兩年來最小漲幅 是蠻類似的啦 就是房租價格還是一個在不斷的漲價的狀況 主要還是跟這個通膨有一些關係 對當然我們說的價 我們就要來討論量嘛 因為價跟量本身是一個 非常聯動的英國關係 以目前這個英國的房地產網站 叫Rightmove 它的這個數據來說的話 租屋市場的供給 其實受限的狀況在今年改善了 供給的總數也上升了 增加了6% 所以說這個數字 其實它的供給量還是比2019 當時來說是低了46% 而且如果你從租屋查詢來看 這是跟去年的數字來做比較 年減兩個百分點 但是這個數字跟2019的數字相比 其實相對來說 在今年跟2019的數字比起來 是話的話 查詢量還是多了173% 所以說你可以發現到 在英國你想要租房的人還是非常多 而且租屋需求也是明顯偏多 那市場競爭這麼激烈的狀況之下 這個租房不足的情況 恐怕還會持續出現 簡單來說就是想租房子的人很多啦 那可能房子不夠 所以因此價格就往上走了 所以他們才會認為說 短期之內恐怕是沒有辦法改變這樣的狀況 也許這個英國人就要習慣了啦 特別是倫敦人 那還要再來看 他說如果你已經有這個房子的人 那疫情期間其實也影響了很多人的一個想法 特別是在家裡的時間比較長了 所以他這邊提到 他說現在很多人喜歡的是寧靜 然後比較有隱私 然後有一個專屬的空間 因為像這個work from home 類似的概念 所以像是原本的這個開放式格局啊 或者是有些人追求的是 有這個熱水浴缸啊 或是有泳池啊 這些東西反而呢 在這個能源飆漲時代是很花錢的啦 所以呢他說英國人的喜好 也是有一些改變的 對其實他的喜好開始有點改變 除了剛才宇希說的這些要求之外 他其實如果你去改進你的房子 當然可以讓你的房價稍微漲一點 我看到也覺得一個非常 當然有非常多可以改造的方式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花園辦公室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都是在家辦公嘛 尤其在這個疫情的時間 對而且現在大家常說我現在辦公 我就有時候不想要一直待在房間裡面 或是一直待在客廳裡面 所以他們會在花園裡頭 蓋了一個像是玻璃屋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在裡面辦公 可能你可能坐這邊打電腦的時候 欸看一下有花欸欸有鳥欸 可能感覺心情就非常好 還有像這個改裝閣樓還有住宅貨建 大家應該對這些人就覺得蠻蠻熟悉的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做法也這樣 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房子的狀況弄好一點 的確也可以讓你的這個房屋的成本 還有這個房價是可以多多上升的 簡單來說就多一房就是多一點價格 對像是如果你做這兩件的話 在那邊可以升值15% 是有這樣的數據我們也提供給大家 那當地人吃的部分其實他們有遇到的狀況 是我們之前有討論過有一些食物銀行 以往大家對於食物銀行印象 就是說他只會幫助一些可能月收入不是太高 真的買不起食物的人 但現在英國發現說他們食物銀行 也在幫一些有正常在工作 但這些人他們賺的錢 可能已經沒有辦法負擔他日常生活 特別是吃的部分 所以這些人有在賺錢 還是去尋求食物銀行的協助 對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可能薪水已經賺不夠了 然後還要拿去付房租 有可能有可能 英國的房租這麼貴 好我們來看到什麼叫做緊急糧食這個派發 其實現在已經達到了300萬包 那年增是37% 你可以發現到 現在需要這些緊急糧食的人變得更多了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在討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的時候 我們會講大麥克指數 但如果換到英國 我們就來看看什麼叫英式早餐指數 上升23% 等於說如果你今天想要吃一頓 早餐成本其實增加了6到35英鎊 但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英式早餐其實很多的英國人或是倫敦 是沒有在吃的 因為他實在太厚重了 而且東西太多了 所以說不過你可能從這個數字發現說 現在民眾 尤其在英國生活的民眾是越來越窮 甚至讓很多的小朋友 如果你在學校 你想要吃營養午餐的話 可能都沒有東西吃了 對因為這邊提供的數據是說 他說營養午餐成本一份是2.8英鎊 但是英國政府的補貼已經趕不上通宏了 因為英國政府居然只有給2.41英鎊的補貼 換算一下 就還有0.39鎊的落差該怎麼辦呢 居然是學校要自掏腰包 所以他這裡舉例 他說有的學校一年要掏3000英鎊出來 變成說對於學校來說 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對其實反映在一般的小朋友的飲食上 可能大家覺得說 對這個數字沒有什麼太多的概念 但如果我們從一些相關的報道來看 他們的午餐過去你可能是吃熱食的 現在你可能只能吃餐盒 然後還有那個三明治的火腿 大家可能說以前是厚片火腿 現在變成紙張火腿 這種概念 所以小朋友能吃的東西 其實就跟著縮水了 當然會影響到很多小朋友的健康 尤其很多在英國的小朋友比較收入可能 家庭收入沒有這麼好的 可能一天就只靠這一餐的熱食 沒錯 所以現在會讓他覺得 尤其對比英國的經濟 其實大家會覺得蠻擔心的 所以現在他們也是認為說 英國政府可能要加緊腳步 希望把這個補助款要配合 跟得上通膨的腳步 不然就擔心說這個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從學校的時候肚子就是餓餓的 希望他們不要營養不良 可以吃飽一點 這才是大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對 以上就是本週的歐洲觀察 我是張允熙 我是彭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